其實我有點這個想要這個再問一下廖老師的喔 因為其實外界大家現在當然 我先前啊個人的意見不要達到 我認為這一次的行程安排是經過審慎考量 而且非常精妙的喔 哇他當中是安排很巧思的 比較好奇的是到底這一次喔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現在還沒有舉辦完 不過我們前次的時間跟整個規劃 是不是其實也花了蠻長的心思跟時間在裡頭 可不可以請這個老師幫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這點我就要分析一下 我是很晚才收到通知的 所以我知道他們我後反過來 前面花很多時間規劃 但是呢我自己其實是在 我到了我可能是在出發前三兩三個禮拜 才知道這回事 他們才來確認我的意願 其實我 之前還不知道他們保密到家 那我之前對於 如果說要辦一個這個 可能是出國的這個 我們整個所有的青年團要一起 青年們要出去出國走一走 但是要去哪裡始終不說 所以確實即使對我他們都保密很久了 然後我知道了之後也是確實想說 如果到別的國家去 那其實我去不去沒關係 很多老師都願意去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如果去中國大陸 那我認為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對於大陸非常不了解 那同時又可能有一些反感 那麼或是有一些好奇的情況下 那我認為我有責任 我也想要帶著大家一起去 然後一起去解讀這些古蹟 這些中山林等等 這些歷史到底對我們現在有什麼意義 所以你要問的這個問題 我只能跟你說 我現在知道他們原來好久好久以前 就開始規劃 應該半年以上可能就有 不可能 但是我自己真的不知道 我是很晚才收到通知 老師也是保密到家啦 不會隨便跟大家透露的 不過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其實是其他有志的 因為大家比較思考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提及 民進黨倡議一個奇怪的論調 說哎呀你看哪 宏都拉斯斷交之後 前總統就跑到大陸去了 肯定是配合一大一上高同上 不好意思 這個東西至少早就安排半年以上 再來 絕對就不可能 宏都拉斯斷交誰弄出來的 不就是你外交部吳釗燮 夢名其妙跟立陶宛搞金援 花了多少12億還多少錢 結果弄到最後弄一個台灣人辦事處 搞到宏都拉斯生氣氣 最後才跟你笨交了嘛 所以怎麼會倒因爲果 把自己搞砸事情 跟別人早就規劃好的事情 兩個湊在一起 所以真的別鬧了好嗎 那最後其實我也想問這個 廖老師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到目前為止其實不止 我們當然提了很多反對的聲音 但有支持的聲音 我剛才有講到一件事情叫台灣總統 我覺得台灣總統這四個字很妙 過去大家認爲說台灣總統 嗯 甘丟好像是陳水扁 不然也是蔡英文 或者是這個李登輝四次的前總統 怎麼會是馬前總統講說台灣總統 還是在對岸這邊土地上了不起 所以民進黨立委出來講了 說認為呢 這個就是馬英九做的好的地方 當然他最後又講一句話啦 自圓即說啦 所以證明民進黨方向是對的啦 可不然你是民進黨做不到嘛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對或錯嘛 你決不了對岸 你也講不了總統嘛 所以我們這個先擱置不談 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連民進黨都認同 台灣總統這件事情 對啊 那他有本事他就去講啊 他可以去大陸講啊 就是大陸相信你這句話啊 其實並不是說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 我是這個國家的總統 因為台灣總統 其實我覺得上下文聽起來 我當時聽的解讀是說 我是台灣的總統 我覺得那個意義是 我在台灣 我是台灣總統 我擔任台灣總統期間 我覺得這有很多解讀 那對岸因為信任你 我相信沒有人會懷疑 馬英九是台獨吧 當然我知道有些非常深紅的人 有可能會這樣講 但是你連大陸都不會懷疑 馬英九是台獨嘛 所以當你說 他就有可以幫你解讀 解讀成你是台灣的總統 而不是台灣國的總統 你絕對不可能是台灣國的總統 所以我覺得他當有互信的時候 這句話不會被挑毛病 這句話不會挑毛病 那如果民進黨覺得想要去講 那你去講我非常歡迎 老師這個是意料之內還是說 確實是馬英九天外飛來的 其實我 其實這個說實在我不確定 但是馬總統其實 他是有些他很多 他像在中山林的時候 那個是應該是有稿子 之前有寫過 可是他在很多地方 讓我們變得到 然而其實馬總統在平常聊起來 他就會冒這些話 所以就是你常常在他旁邊 聽他講兩岸關係 這些是他 這個我們的耳熟能想 他常常掛在嘴邊的話 所以他脫口就講得出來 脫口就講得出來 那我覺得就是講得出來 其實就 所以那是他一直在想的東西 那他到了那個場合 他就把他講出來 那因為對方其實有互信 所以知道他這個話 並不是在挑釁 也不是在搞一國 這個一中一台 或者是兩個中國 他知道你的特性 所以他可以容許你 冒一句這個的話出來 那所以馬總統這個話 是計算過 還是臨時冒出來 我覺得都有可能 基本上就是他日思夜想 都在想這些話 然後順口就會這樣講出來 OK我們 現在這邊非常感謝老師 因為時間其實也不早了 那等一下 待會明天老師還要這個 包括學生會談以及想 還要去到長沙嘛對不對 明天是要去到長沙 OK 明天長沙是要參訪中學 感覺是比較教育性質 學生交流性質 所以我們呢 也希望說老師有任何最近的進度 來持續為我們這個觀眾 來為大家分享 那也祝賀說前面這段表現 確實是為國人以及藍軍呢 為之振奮 大家也覺得說 真的是有捍衛住我們主權 甚至爭取兩岸之間交流 和平的空間跟談判 非常細膩 操作也非常得當 大家是為之讚賞 所以我在這邊先謝謝我們這個 廖維豪 廖老師也是我們廖董事 特別撥控跨海 來跟我們分享在對岸 以及代表團的所見所聞 我們謝謝廖老師 好 謝謝 非常樂意 高興跟各位觀眾 來探討這些問題 謝謝